来我们请教一下白鱼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特别念旧 是 念旧其实就是爱回忆过去 喜欢回忆过去的人 其实有心理学研究表示 你的心理会更健康 怎么说呢 喜欢回忆很多事情 比如其中一种叫做 我喜欢回忆有意义的事 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 精细启示录 它就是很有意义的事 有意义的事 会让我们的心理感觉到更快乐 然后第二就是回忆挫折痛苦的事 会让我们有一种 哇 原来我过去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然后现在我终于达成了 有一种掌控感 那第三呢 回忆什么 回忆快乐美好的事 那是很自然的嘛 快乐美好的事 可以提升我们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自信 第二个是自我安慰 第三是改变坏习惯 快乐 我以前那么快乐 我现在一样可以啊 提升自信了之后 我觉得我获得安慰 因为我那样做就可以快乐 我现在也可以改变 坏习惯也就不会形成 对 这个概率不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参考太阳 上升和月亮 哪三个星座可以对应到 这么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大家都可以参考 第三名 双鱼座 双鱼座 郭哥是双鱼座 对 对 对 情感丰富 怀念美好感情 双鱼座本身它就是比较细腻 然后对人的感情啊 对自己心理与别人的连结 是非常细腻的 这种细腻状况下 情感一定会丰富 丰富的不好的表现就是脑补 别人没有这么想 但我这么想了 但是当我怀念过去的时候 我们会把脑补的滤镜拿掉 我们会根据事实再去回忆 很多人说不会啊 回忆也是有滤镜 为什么是根据事实的回忆呢 其实大家有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 一定是很有感情 很有感觉的才会回忆 没有感觉 没有感情的不会回忆 脑补的东西通常都是没有感情的 那是欲望 所以我们不会回忆到 真正让我们可以跨越十年之久 很多年才会 还会在心里面留着很重要的位置 那真的是当下的感情是很深入的 这种很深入的状况就是美好 这种美好是安慰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经历了三年疫情 不仅是外面看到因为经济而人情凉薄 因为竞争激烈嘛 然后我们又面对自己 这三年面对自己不能出去 也不能通过吃啊玩啊 来排解不好的情绪 这个时候过去美好的东西 重新崭新回来的时候 我们更能深入的了解 哇原来我生命的意义 我想要的东西 以及我曾经渴求 但其实事实不是那样的东西 可以重新解释啊 而过去的那个经典就帮我们重新解释的那个 过去美好的状态 其实可以复制到未来 就像月姐说的一样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美好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金牛座 我们的光耀哥太阳金牛 真的 他特别念旧 他念旧的不得了 是吧 对 很糟糕啊 我觉得是个坏习惯啊 为什么啊 光那些老东西旧东西 我一箱一箱堆着 真的很痛苦啊 就断舍离 我目前还做不到 对 就是很高深的修养 我目前还做不到 需要稳定 喜欢保留事物 是不是真的 对 为什么呢 过去的东西啊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层一层叠加出来的 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过去的 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过 人是什么组成的 人是回忆组成的 对 人是回忆组成的产物 我们如果没有回忆 比如说假设一个人失忆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周围的关系是谁 是完全没有幸福感的 哦 对 所以金牛对这个认同感是非常深的 对啊 这种就是对事物的掌控感 然后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真的耶 樊光耀老师 你会不会把所有你从学生时代 开始所有的票根舞台剧 所有东西都留着 你以后可以开博物馆的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有一阵子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后来我的太太就是骂我 就是你国中时候的眼镜 留他有什么用 那个眼镜头也断了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再戴 你为什么要留着 就我觉得那个很有纪念意义 然后后来搬了几次家 也陆续淘汰了一些东西 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在那边 比方说 也有什么同学之间的卡片 信件 包括念书时候的这个笔记 讲义 课本 有一些都还存着 真的 这个叫重感情 而且有些因为你说戏 说哪一年 哪一年 哪一书戏 怎么样 怎么样 什么样的历史 全部都在里头 对 记住美好的就好了 真的 希望是这样 对 所以时间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淡忘一切 但是有保留事物的人 他就会觉得 我重新翻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 好像我可以打开这些事物的时候 我就打开了我自己的多重宇宙 所以这是一种掌控感 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最厉害的 好 巨蟹座 月姐 月亮在巨蟹 然后堵林哥是月亮也在巨蟹 是 重视家庭常常留恋过去 哎呦 不好真的累 很累 累 就是男生说不好 你一生说真好 对啊 常有人都说月姐 你是不是还没有走出来 我都说干嘛走出来 我觉得挺好的 我都觉得有一天 我如果说到李国秀 我不哭的话 我还觉得真没意思 对 我觉得挺好的 你继续讲 我再来补充 我刚刚刚 嫌弃 你充满了嫌弃 像一个美好的爱情 可以让人就是放在心里面 不想要过去 其实它是真的美好 因为想要过去的事物 完全就是我们心里无法接受 甚至有点抗拒才会想要过去 那有时候人不在 那只是一个食物不在 那人就是 其实人就是这样嘛 如果我现在很鲜活的 其实我灵魂是 灌入在我的身体里 如果我现在灵魂 不在我的身体里 就算我的肉体在 别人也觉得说白鱼不在了 所以我们怀念一个人 那那个人的肉体不在了 可是我不想过去 就证明他的灵魂 是非常美好的 然后我跟他的关系 是非常幸福的 这种过程的 点点滴滴的累积 让我觉得 我的家庭 我的人生 才是完整的 我才想要怀念过去 而不想过去 对 这种常常流连过去 其实如果他关系 是美好的状况下 是让人可以更接近快乐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 最快乐的 最美好的人事物 一直保留在身边呢 即使他的肉体不见了 他的精神还在 其实在这个 做经验启示录 就是这次我们叫创拓版 我也常用王家卫电影 东弦吸毒里面的一句话 来勉励我自己 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再拥有时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不能忘记 那我觉得对于过去 不管是郭秀老师 创作的这些作品 或者是我跟他生活的 点点滴滴 还有他带出来的子弟兵们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因为他是充满爱的 他其实是会让你更有力量 去爱别人的 是 月姐跟国秀老师 其实已经成为生命共同体 所以就算国秀老师的肉体不在 但我相信月姐本身就是国秀老师 其实就是把过去 我曾经经历过的人事物 化为我自己的其中一部分 它是一种自我认可 对 很多朋友就是在分手之后觉得 我为什么这么痛苦过不去 原因就是当我们每次分手一次 我跟他 我跟那个人 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的自我 会死去一次 所以那个过程 就会让我们痛苦 所以就是如果是回忆美好的事物 真的会让我们永远永远快乐 如果你一生只选一个舞台剧 进剧场看的话 这个对是 我一的选择 你这样说就会了 真的 真的 绝对是推荐的好戏 他首轮就叫他的粉丝 卖了十几张票 对 我有发动我那个脸书的粉丝团 我说我要去看戏 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个 真的很好看的戏 有时候看舞台剧 他没有这个习惯 他就没办法去 但有人带头就说 我们一起去看 大家看了都说 哇 好棒喔 有说不好看来找我 但是就说 好 那同样的问题 这么好看的戏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 隔了十年才会退出 这戏是不是有点特别 在制作上面 有点特别难 首先你要找谁来演 国秀老师那个角色 对 难 对 所以呢 光这个角色 我们第一版的时候是屈中恒 那这一版是宋绍青 是 那这一版呢 国家剧的家演呢 我们特别还有一个屏风的另外一个子弟兵 黄佳谦也加入了 那以前黄佳谦是演我这个二大妈 什么叫二大妈呢 其实就是梁老板 我的二太太 我的二太太 第二个太太 三妈呢 这一次是黄佳谦 所以她是幸福吗 我也不晓得 但是我们就有 我跟佳谦就可以有一个非常 非常过瘾的对手戏 然后她其实 我这个角色是 所有的女演员都会很想要演的 因为她是32岁演到82岁 所以我怎么会演 对不对 不会演嘛 但没有关系 大家来看戏 因为我后来喔 演了之后我也发现说 我根本就不是在演戏 因为我也发现说 原来这是我的人生啊 头颅 因为在当初演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这是国修老师的半自传作品 是 他是为他的父亲而做的舞台剧 可是等到这一次我演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是为我写的 对 这一次的制作有一个 蛮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国修老师 刚刚赌林哥问了嘛 怎么会隔这么久 国修老师刚好今年是过世 十周年 是 然后本来啊 很多方的意见就是 早在两三年前 就有人 这个月月遇事 想要重制这个戏 然后好像就一直 碰到一些 不知道是阻碍也好啊 还是什么什么 像是疫情啊 就没有办法演出 我们本来是定在 两年前要演的嘛 然后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一直往后顺延 那就是十周年 变成一个纪念李国修老师 逝世十周年的一个大戏 可能是不是 两年前的卡斯名单 你有烧给国修老师 然后他就不同意 就是 然后就 然后就一直换 换到这里 他一直说 为什么少了何篤林 他一直在那边暗示我 黑板有他吗 没有没有 他是另外一个戏 沙姆雷特 这个太难 没有 可是很奇怪 就是原先 1996年演出的时候 国修老师写这个剧本 我可以这么讲 不可能是想到月姐来演这个 绝对不可能 那以前是 没有这种事情 第一 前面有杨丽依演过 王娟也演过 后来是黄嘉倩也演过 这些都是舞台剧上面 一等一的A级大咖 国宝级演员 而且这个戏 而且合在一起 最惊人的是说 他完全出现 现在时代的意义 像有一位 师大的教授 汪教授 他就特别说 这简直是一个 献给未来的戏 我们看到的是历史 但是展开的是 无穷的未来 而且是一个 充满救赎的戏 说曲中恒曲哥说 他演这个 当年国修老师 演的这个角色 说他每说一句台词 你们都会有那种 毛毛的 回影重重的感觉 因为这个角色 本来就难演 但另外一个 他又是接着 这个国修老师的这个 位子 那有很多老观众 或者戏迷朋友们 他就会比较 对不对 然后同台的 我因为跟国修老师 先前演过这么多次 这么多场 真的很难不把 我自己面前的 这个角色或演员 替换掉 抽离掉 比方说有几句 最重要的台词 国修老师 在剧中跟我讲 他说廖老班 你不能离开廖家班 廖家班 莫尤妮是不兴的 这个他在我面前 就这么静地讲 我看的就是国修老师 这是真的是要命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我很容易地入戏 那这种感觉就 何况是王月了 何况是月姐 对不对 他在面对 不管是哪个演员 这个国修老师 这个角色 他心里面的那个感触 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很多人可以想象 但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是 当然是 除了舞台上的感动 我上去看 我觉得在前台 前台开眼前 好多艺文界 艺术界 老观众 尤其是 这个屏风 好多老观众 他是每一档戏 都要追的 是 隔了十年再来 其实有好多是 不熟 但是是熟面口 但是大家有十年的历史 那个前面那个 很温馨的气氛 好像有点 年夜饭 是 吃桃圆饭 大家又集合在一起的那种 是 来看一个当年一起的回忆 是 是 这样的感动 大家都怀念这个经典 是 有点